很多人在網路上說 你還不是靠你老爸的遺產 我坦然疑對 我也要特別感謝我過世的父親 今天沒有他的遺產 也不可能造就虛擬難過 長榮集團的徵產風波還在持續延燒 七年前創辦人張榮發 他過世的時候就把他所有的遺產 留給二房獨子張國偉 而這張大房的張國正相當的不滿 所以他就向法院提起了 確認遺囑無效的訴訟 不過遭判敗訴之後 他又向高等法院提起了上訴 而歷經了三年的審判 最新結果出爐了 張榮發在103年9月到11月間 仍然有處分巨額財產的能力 應該有遺囑能力 本院認為戲珍的密封遺囑 符合民法第1192條 第一項規定的要件 因屬有效 張國正肅請確認戲珍密封遺囑 無效是無理由的 所以駁回他的上訴 很多人在網路上說 你還不是靠你老爸的遺產 我跟各位講 沒有錯 在這個機會 我也要特別感謝我過世的父親 今天沒有他的栽培 我今天沒有這樣的成就 今天沒有他的遺產 也不可能造就心理 然後今天也有辦法成立 這個我實話實講 我這個人絕對不遺產 很多人在網路上說 你還不是靠你老爸的遺產 我跟各位講 沒有錯 我一點也不覺得這個有什麼不對 可是我善用他 貢獻 回饋給 貢獻給國家 貢獻給社會 我坦然疑對 我沒有拿去自己去遊玩 自己去幹嘛 我努力的把他的遺願做好 然後努力的 從以前他在世的時候就對國家 對台灣非常的有熱情 也非常關懷台灣的一些發展 那當然我沒有辦法像他那麼神聖 我僅值於在我航空界的專業 我幫忙把台灣的這個 我們的民航 可以繼續讓他發揚光大 讓國人出國可以更安全 然後品質可以更好 有搭過航空公司的老闆董事長 然後開背景 載你回去嗎 沒有是第一次 我覺得以後也不會載用 應該也不會 Keyo加油 我們跟鏡頭比借一二三 今天是1月23號的下午3點 然後我們今天要做星宇航空的首航 而我們做的這一班 還是Keyo張國偉張董 直接開回台灣的 其實今天的飛機 delay了差不多一個小時 很晚飛機才降落 所以其實大家都站得有點耐煩 但是一下來以後 Keyo就跟大家揮揮什麼打擾 每個人都很開心 到那個首航登機鎮的 謝謝謝謝 謝謝 嗨 恭喜你們 我們全部的人都在錄影跟拍照 這就是應該是今天delay的原因 哈哈哈哈 地形在下 絕對是真的 他在每一個人椅子的 這邊他都放了一個小咖啡箱枕頭 都沒有理由的設施 也就是你們所謂的螢幕啦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這邊是機長張國偉為您報告 非常歡迎請代表星雲航空 歡迎各位來搭乘星雲航空 JX2048機從馬卡奧到台北 我們希望您從現在開始可以非常容易地放鬆 謝謝各位大家 謝謝 你這輩子有搭過航空公司的老闆董事長 然後開飛機 載你回去嗎 沒有 是第一次 我覺得以後也不會再用 應該也不會 對啊 一直到起飛之前 我才有機會好好欣賞我剛剛拿到的 這個紀念登機牌 他附的這個耳機 跟一般的耳機不一樣 他是附的這個是二兆式的 飛機起飛的時候 其實每個人的心情都很好 不難看出這次星雲航空的魅力之處 機上電影都還蠻新的哦 螢幕下方有USB充電孔跟耳機孔 也可以隨時透過螢幕 看到飛行資訊還有所在位置哦 星雲航空也提供了機上Wi-Fi功能 文字訊息類是免費的 其他則要付費 所以先傳訊息給我媽媽測試一下 因為恰逢冠狀病毒的傳染期 所以也發了注意事項 空服員也都戴著口罩上工 真是辛苦了 馬上就要進到大家最期待的 飛機餐戶分啊 可惜我們這班配到的是鴨肉 不是大名鼎鼎的胡桐燒肉 我已經多久沒有看到 看到裡面的那種超差的 還不不錯 真的假的 會讓你自己還覺得這是飛機餐 它會像讓你在外面吃到餐廳的肉質感 那雖然量比喻不是很恰當 但是如果你是經常坐飛機吃飛機餐 你就知道我大概在說什麼 旁邊是這種美奈米的這種肉質 我們都知道一般很多那種 機上餐 它會是用 稀薄的那個盒 然後它在加熱的時候 在邊邊的白飯 就很容易硬掉或乾掉 但是它的米飯 完全不會這個樣子 真的要真值得爭旦的一點 我們就下次見啊 謝謝大家 幫我們繼續努力 盡量的幫助我們做到大家的幫助 謝謝你 謝謝 謝謝你們 很快的一個多小時的航程結束了 但大家還是意猶未盡啊 超狂 到底是一家航空公司還是網紅公司 拜拜 拜拜 再見 你要走他嗎 這樣不行啊 要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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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怎樣 你要講講我要幫你幹嘛 市場可以合照嗎 可以啦可以啦 Gadon我覺得你今天跟這個 爸爸講的話很感性 很感性 對啊我剛剛在澳門這邊 我今天特別從香港 然後大家傳到澳門 為了付這張回來 哇靠 你也費東西了吧 感謝你們 謝謝 女生的福利就是這樣 是不是 我頭髮都翹翹的耶 沒有關係啦 沒有人在意這個啦 沒有人在意這個啦 沒有人在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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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